先來我們一級主管 張國動針對我們彰化園區 生命園區火化場的開發計畫專任報告 第一次發言 我首先要請我們民政處處長 當然我在邀請民政處處長之前 我要向議會的各位議員 以及議長 縣長 還有各位集處的處長 關於我們彰化生命園區火化場就是開發計畫 當時我們民政處發出來的LINE 就是在11月11號通知我們所有的議員 當時我看到這個LINE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很恐慌 因為規劃的這個地方雖然在方園鄉 但是它距離我家800公尺 它距離我們洪子超議員的家750公尺 所以當時我們地方 對我們兩位的議員可以說壓力相當大 我們都站在議員的立場 站在地方的立場 希望我們縣府能夠詳細規劃 希望縣府把這個規劃 能夠做一個更詳盡更踏實的一個說明 跟未來的一個遠景 那麼我剛剛聽到我們民政處長 做整個一個說明之後 我利用這個機會 向我們各位議員表達我們的心聲 這十幾天來 個人可以說做到網路 包括媒體 對我的指責 對我的壓力 其實我當時 在我們原和工特別說出我們的心聲 我們也希望說縣府一定要好好規劃 在這個園區 離我們家最遠的地方 各位議員 我擔任世界的議員 擔任兩屆的政長 我所聽到的彰化縣所有的縣民 都希望我們彰化縣政府 我們的縣長能夠有魄力 能夠有毅力 能夠做出我們全省 唯一彰化縣沒有火葬場的一個彰化縣 可是現在在選址 然後這整個十幾天來的一個社會氛圍 包括我們惡靈地區 設置是在方案箱 設置是在離我們惡靈 離我們造假里 750公尺跟800公尺的地方 可是媒體指責的都是我張國棟 跟我們陳一敦議員 為什麼設在方案箱 我們洪藤民議員 我聽到了對他的指責比較少 為什麼媒體包括網路 對我們洪子超他還750公尺而已 對他的指責比較少 我真的心裡很感慨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 張議員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你要問問題你問縣府 你不要跟董書之間 沒有沒有我不是指責洪氏 我是在比喻喔 所以處長 我是希望說 在整個一個規劃過程當中 地方盛傳在我們縣府說 早就已經完全定案 剛剛聽到你的專案報告 其實我們都了解 但是一般我們地方上社會上 包括我們二嶺地區的鄉親 還不知道整個一個選址過程 包括未來一個規劃過程 所以希望我們民政政務處長 是不是針對這一點 在我們的議會上 或者未來在我們地方上 能夠做一個更詳細的說明 處長 來請曾處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張議員 對於這一點我特別說明一下 這個按照環境評估法的規定 我們要做環境監測之前 我們一定要公佈地點 我們才可以去做環境監測 這個是法律上的規定 然後做了環境監測 我們有了數據以後 我們要在十天前公佈說明會的時間跟地點 然後去跟當地的鄉親 跟關心的民眾 來做說明跟溝通 來做理性的對話 所以說這個有一些 有一些鄉親在謠傳說 我們事先黑箱作業 我們事先已經選定了 那個都是誤傳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 按照我們的行政的 我們是依法行政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規定 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本來就意盡在十一月的中下行 來召開說明會 然後說明會完了以後 還會有一場公聽會 然後這個說明會的時間跟地點 會在十天前公佈 以上跟議員報告 好 謝謝處長